今天是旧金山 2022年的8月5号 这个日子比较特殊啊 自行车丢了 我忘锁了 也提醒自己要 调整一下生活的节奏 事儿太多了 最近事儿都追着 有的时候心烦意乱的 忘锁了 我在这边 第一辆自行车弄丢的事 以前在律所打工的时候 我的对桌同事送给我的 当时我们都在 那个律所打工 他后来考的是纽约州的律师 我没考 他邀请我去他家吃饭 当时他的父母在这陪着他 然后在那吃了午餐 我坐地铁去他家 还迟到了 他们还等了我好一会 饭后呢 他把自行车 交给我了 我就坐地铁 把自行车拿回来 拿回来之后 回到旧纪山市区的时候 手机收到短信 有一家寿司店 让我去面试 去也不是面试 就谈一谈 那块招 兼职的服务员 然后就 让我到那看一看 我就把自行车 在他那个门口那么一靠 有锁自行车那个框 因为那个自行车没有锁嘛 我就往那一靠 结果呢 等从寿司店出来的时候就丢了 当天就丢了 后来 同事也觉得有点可惜 他说当时 没有车所有车 所以不会丢 后来过了几天我就 在 住宿附近的自行车店 买了一辆自行车 那天 正好是上午嘛 从那路过啊想着你看 因为 刚把同事那个自行车弄丢 他送我的自行车弄丢 同事心里有点也不太不太得劲 我想赶紧买一个吧 别人家总想对吧 你说 他送我的弄丢了 我也 没有自行车骑 我买一个 就省得他也惦记着对吧 省得他也就 惦记着 我就 去住处附近的一个自行车店 一眼就象中一个黄颜色的自行车 就是 陪了我四五年的这个自行车吧 将近不到五年吧 四年零几个月 我看 18年 19年 2000年 不是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四整年对吧 四整年零 6个月吗 8个月 四年零8个月啊 不到五年 陪了我不到五年的这个小黄啊 丢了 终于丢了 也很感慨啊 实际今天 上午去总部那边培训 从那儿 培训回来之后呢 都已经是中午 12点吧 中午12点呢 就 后来吃午餐 吃午餐 也就是 午餐 吃午餐之后 也就是那一两个小时就没了 我们同事说你的自行车呢 没了 我就一想啊 忘锁了 你说 两三个小时没锁 自行车就丢了 所以说你看美国这边大街上都是偷车贼啊 我也听过说这边 有不少汽车都丢的对吧 这个丢一个自行车也不算什么了 我们同事问 这个自行车骑几年了 我说 骑了已经 我说骑了已经四年多不到五年 他说那没事丢丢吧 我觉得也是丢丢吧 无所谓了 本来那个车胎也想着换啊 前车闸左边那个也掉了 也该修了 就是 有点这个情感啊 觉得有点 怅然若失对吧 在之前呢 他也差点丢了 我当时用两个简单的钢瓷锁给他锁上了 结果呢 也就大约 在路边放了 两三个小时的光景 他的车所被 剪断了 车所被剪断了 但是呢因为 前面那个车所是那种很直的 对吧 他剪断了 他可以拿走 但是后边那个车所呢是比较 后边那个车所是比较弯弯曲曲的 后边那个车所是锁车座的其实啊 他那个小偷比较笨啊 他把那个 后边的车所给他剪断了 但是 他不知道怎么把他绕下了 因为当时那个所绕的车座下边 又绕着那个自行车的后圈 他绕不下来 他智商不够用 他就放弃了 贼头方便嘛 他觉得不方便 然后就放弃了 所以我的自行车就 幸免于难了 从那以后 我就买了 特别粗的这个链锁 买了两个 一个锁前轮一个锁后轮 后来觉得 也没有必要锁那么多锁 就锁了一个 锁了一个就可以了 这个链锁也丢了 链锁给他锁在车框里了 结果 忘了锁自行车 所以你看美国街头 人并不多 但是小偷不少对吧 结果自行车就没了 也挺有意思啊老美 就是 我的自行车 是丢的第二辆啊 我之后呢就拿手机 本来我想买一个一模一样的 结果呢网上一查是六百多美元 而且它并不是什么eBay啊 也不是亚马逊 是别的什么网站还得注册 觉得麻烦 想想就算了 就买一个类似的吧 在eBay买了一款 也是二六女事的协良的 是二百零几美元包优的 但是他优来之后呢 他得 他优来之后好像 他 需要自己组装吧 他可能分成大件 分成几大件优过来吧 自己组装也行 自己组装吧 然后又买了一个车框 车框大约花了三十美元吗 就跟我以前的车框差不多 又买了一个 那种小的那个 钢丝锁啊 我之前买的是 在 我之前当然买的了 是在那个住宿附近的 墨西哥人的商店买的 怎样买的 是 花了十几美元 花了17美元多 但是在网上呢 也就卖七美元啊 当时是咋回事呢 以前有一个 在他那买的那么一个锁 但是那个锁呢 他那个开不开了 我当时把头盔锁的那个 穿过头盔那个眼 把头盔锁上那个自行车上 但是那个打不开了 后来 那个商店的老板 他拿着钳子一点点 把那个钢丝锁掐断 我在这买了一个新锁 就相当于我多付点钱 然后把我那个旧锁掐断 钥匙打不开了 啊 现在都消失了 今天买了一个兜 就拿手拎着了 这个兜还不错 一个小刷箭背 那个自行车大约是在 疫情期之后能够到这吧 我下单了已经 疫情之后到这 然后自己简单组装一下 组装不了 拿的 应该能组装了 我觉得应该能组装了吧 应该不是特别难 我估计啊 就这样吧 就对不起 新的不来啊 我觉得有可能会遇到这个自行车 但是我们同事说 可能性不大 因为偷车贼他们 一般是把自行车给它拆开 把这个车轮啊什么的把它拆成零件 也行吧 也无所谓了 如果我的自行车修自行车的话 如果换它那个前后轮胎 再修那个闸估计也得花个200美元吗 现在相当于200多美元买一个新的 也行吧 一个自行车 一个车框 一个小车锁总共是不到 300美元吧 也行 就完事了 就等着收 新自行车 这几天可能 其实也可以坐公交车 但是我有点懒得坐公交车 我就怕 这种拥挤啊 或者在传播病毒什么的有点麻烦 所以就慢慢这样走着走吧 断练身体 我不太喜欢在车里跟别人挤啊 我也不喜欢 自己坐在车里的感觉 所以我一直 不想不想练车 我觉得那个车对身体好像 我总觉得应该离电脑电视 离汽车 远一点好啊 总这样觉得 我的小黄没有了 我的小黄没有了 但是我能认识他 因为在旧金山 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跟我的自行车一模一样的 除非他把它拆解了 把它拆成车轮什么的 除非那样 如果不那样的话就 我往前面走着吗 我往前面走着吗 我过马路吗 往前走着也行 我跟我们同事说 跟我们那个代理队长说 有可能 我在路上走着还能 碰到我的自行车呢 我估计可能是这些 在路边住帐篷的人偷走单 不知道 不好说 不好说 往前走着吧 前面有个帐篷 我正好借机熟悉一下 这里的环境啊 现在这个自行车没有了 不过新的自行车马上就要到来了 已经下单了 因为下了三个单 我在亚马逊上也搜 但是亚马逊上面自行车有点太贵了 我不想买太贵的 我想买那种简单的 这次买的是那种 不变速的 之前呢因为刚到美国嘛 也没有什么 网购会员名 就在那个实体店买的 那个600多美元吧 标价390美元 还是属于那个店里差不多最便宜的 之后加车框 加什么后 行李架什么的 又买 买头盔买打气筒 恶狗 没狗 没狗 这把家伙整个狗在这算着挺恐怖啊 没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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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当时因为 刚到美国时间不长嘛 就在实体店买的 也没有什么钱 当时买的自行车 差点让我破产啊 我当时看那个自行车 标价390还不贵对吧 我觉得也不贵呀 但是呢 你加了这个自行车框 加这个后 货架 再买头盔 买车索 买这个打气筒 打气筒还不能用 像一个 大的机号笔一样 根本不能用啊 就是糊弄人的 瞅着很好看 但是并不实用啊 他说 也没退 那个 打气筒花了30多美元 成玩具了 就是说 最后交款的时候呢 交了600多美元 吓我一跳 我说之前干390 怎么一收收费 收了600多 后来一看它是 比如说这个自行车框 是 20美元 对吧 那么它有一个LABOR 劳动 手工 还要 多多少钱 9美元10美元呢 就是说 它给你每增加一个 每上一个配件 它都成一项手工费啊 再加上税钱 税 按照百分比收税10%吗 将近 600多美元 吓我一跳差点破产啊 现在呢反正 在美国时间久了 也知道 网购了 不用买那么贵的了 对吧 200多美元就下来了 差不多 只不过它那个鞋梁一点不一样 鞋梁 我那个以前那是带一个平面的 这个鞋梁呢 就是一个杠 但是也行吧 26的 也可以买24的 24的更好 但是后来想想就买来得了 就还能价格 这种排序 买的 相对价格低一点的 一倍买的 所以这提醒自己要 把节奏放慢啊 然后今天 稍稍有点 工作上有点复杂 我们从总部 培训回来之后 不就 简单的工作里面 开始吃午餐吗 午餐之后呢 我应该跟墨西哥籍的那位女同事一起继续工作 结果呢 后来那个 他 给我发展信 他说他要下午还有一个什么培训 然后 我们那个 代理队长后来回来了 他回来之后 他就问我 他说 那个谁 怎么没跟你在一起呀 不应该 不是他不应该是 你跟他在一起吗 我说 他给我发展信 他跟我说你来 跟我组队呀 他说不对呀 那他培训时间 是4点到6点啊 那中间一个小时他做肾去了 就那意思 然后神神秘秘的这个带来队长 我也觉得有点怪怪的 我说是什么表情啊 他弄出一个怪怪的表情 后来我跟我们那个 墨西哥那个女同事就说 我说这个 我说你这个是 提醒你一下 我说这怎么回事 我说怎么 那个怎么这个代理队长怎么 他 表情那么怪呢 我说你是不是 事先考虑一下 别说啥说道 对吧 我提醒他一下 他说谢谢 谢谢你的提醒 提醒一下吧 大家都不容易 不能看人的热闹 对吧 我应该 我应该到那边走吧 这边太热了 烫死人了 从这边走吧 从这边走 找一两个地方待着 只有一两个地方走 没有自行车了 车都会没了 自行车都会没了 行吧 很快就有了 再有几天就有了 有新的了 DON'T WORRY 旧的不够 新的不come 旧的不就新的不来 这块可能两块一点吧 然后今天 之前不是帮着 一位朋友交美国这边的律师费吗 交4000美元律师费 但是我 我跟他说了 我说我可以写支票 我说如果在线转账呢 那么有一些限额 因为我这个 美国银行这个卡支现金 最多只能支1000美元 每天啊 不能超过一千 我记得还是 在疫情 在咱们国内的疫情 刚开始的时候 我在美国不是买好多口罩 给国内约回去吗 当时有一次 在唐人街买口罩的时候 支现金 支了一千多 结果呢 支到一千就支不出来了 显示现额一满 只能支一千 后来 也是一千 我跟国内那位朋友联系 我说我这个好像 最好是写支票 我可以写支票 八千一万都行 但是 你要在线转账呢 就有限额 他说可以分成两笔 两千美元一笔 两千美元是一个人的 四千美元两个人的 我说行 昨天给他转 昨天晚上给他转两千 然后今天中午 想给他转 这不隔天了吗 想给他再转两千 结果转不了了 上面提示 说是 你的 限额呢 是二十四小时 二十四小时之内 最多转账 三千五百美元 你 意思是说 昨天转了 昨天晚上转了两千 对吧 你现在呢又转两千 这不四千了吗 超五百 说你不能转两千 但是你可以转一千五 后来我想想 我就说 那不转了 那明天吧 隔二十四小时吧 对吧 明天再转吧 再有他的房屋保险 再给他交 房屋保险 我也今天想给他交 他给我发了一个 PDF文档 是 他在美国的这边 房屋保险代理人 给他发的一个文档 上面 有一个什么 Nation-wide的 什么什么公司 什么什么账单号 什么都有啊 八百多美元 我就用手机 中午吃饭的时候 用手机输入那个网址 然后就 找到一个页面 pay the bill 给票付款 但凡是像这种付款的页面 都很简洁 我就输入他那个 付款号 是X50 结果呢 他还要求提供 优证编码 提供他在美国这边 房屋所在地的右边 我不知道 他可能以前给我发过 但是我忘了 因为每天微信 设太多 然后还要提供 他的出生年月日 就是说 你在付这个账单的时候 不但要 输入这个账单编号 还要输入 保险所在的房产的 地址的这个右边 以及 房主的出生年月日 我就给他微信留言 我说等你醒来之后 那是国内是半夜吧 我说你告诉我 你的出生年月日 还有你这个房产在美国 这边的优编 我好帮你交这个 叫什么呀 房屋税保险费 房屋保险费 以前一个月是40多美元吧 是50多美元 现在涨到70多美元了 74美元了 也许是好事吧 他这个房子涨价了对吧 房子涨价了 他这个保险也涨嘛 所以帮他 交一下 他说以前 那有些钱是 通过加拿大的朋友 帮他交的 我说 我说从加拿大往美国这边 转款也麻烦吧 我说我就帮你交了得了 我这美国这银行信用卡 也可以花 或者说写支票都行 转账也都行 反正挺复杂了 反正就 这些事反正都一个个的处理 然后 工作方面呢 我觉得还是 挺不错的吧 我对 做从事的工作 我觉得还是 觉得不错 比较满意 虽然工资挣得不高 今天我们去一个地方 有个华人 还问你们 薪水多少钱啊 有没有什么福利啊 我跟他说了 我说没什么福利 我说就是 依赖保险吗 依赖保险我还没入呢 以前有 有医保 也没有用 没有往这转呢 然后 反正有的时候 就是那么回事吧 好多时候 我觉得 如果你的压力不大的话 也挺好啊 你感受一下 人生的一些过程就行了 喜动爱乐 当然钱多点是好事 但是有的时候 也不尽然 对吧 怎样 银财追命鬼啊 有的时候 或者等你收入到高的一定程度呢 你可能就得 有相应的这个花销 对吧 也麻烦 也很麻烦 所以呢 就顺行自然吧 尤其是 到这个人生阶段了 好多该经历的都经历了 也没有什么 刻意的去 一定要 怎么怎么递呀 都没有了 不想那么多了 我的自行车 转不到了 不过也有新自行车了 也比较期待啊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水平 四方的水平 用着还挺顺手啊 后来去阿克兰那边 有两位朋友 请我吃山东的面食 我当时喝水 就把它放在 桌子边靠墙那个位置了 结果走的时候就丢了 忘了 忘拿了 虽然回头扫了一眼 但是没有看到 它那个瓶子 瓶子是白色的 跟那个墙融为一体了 忘了 后来我用现在的玻璃瓶 觉得还不错 我觉得玻璃瓶 虽然比较重一点 但是 还是挺不错的 就是说 喝水的时候 感觉挺好 用玻璃瓶嘛 比塑料瓶 要好一些 我应该喝点水啊 喝点水 这个是个空吧 喝点水 喝点水 歇一会儿 哎呀 我的自行车没有了 这不也行吧 也行吧 喝点水 喝点水 这是我的水平 现在 我比较好 比较喜欢这个水平啊 不理的 比较重 但是 感觉非常好啊 感觉 哎呀 哎 坐一会儿在这儿 也学流浪汉了 流浪汉级别的了 哈哈 歇会儿 拖 拖 开拖 哎呀 喝点水 体验不同的人生 对吧 有些东西丢了就丢了 再见 喝点水 再见 拜拜 拜拜 喝水了 喝水了 哎呀 喝水